今天的感受最深刻就是見到過去很多時都對方陣營的議員 今天都能夠回復理性 同時間也是很正經很莊嚴很理直氣壯地宣讀他的誓言 同時間也是遵守現在現有的法例 包括國安法第六條、基本法104條 以及今年年初通過的公職人員宣誓和聲明條例 根據這三個條例去完成我們區議員的宣誓 也說明愛國仔治港需要進一步落實 同時間也是要透過現有的法例有法必依和有法必執 從現在去達到令到香港正本清源和重回正軌